但是我們已經摸索了將近三年 輸出的結果 我們台灣同業的 還是認為 魯比亞的品種它落實是比較好 尤其我們在做品牌 我們如果不做品牌的話 是破好的品種 是生產速度是最快的 但是我們台灣本土山陽 它是最沒有經濟效益的 它吃起來都很小吃 又泛落力 體型是最沒有經濟效益 但是我們也是在把它測試 利用魯比亞跟山陽 我們要把它撒嬌 看能不能又變成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最主要是魯比亞的品種 它的風味口感是最好 但是我們主要還是用我們的塑料 來改變它的營養成分 因為我們最重要 重點第一優先是營養成分 第二個順序才是它的風味口感 先是養一年 一年的時間是它的 它的最適當的養殖時間 要屠宰是最適當的 但是一般台灣同業在養 應該都是養了一年多 應該在一年四個月 養十四個月至十六個月是最普遍的 但是養殖模式不一樣 平常給它吃的草 是美國進口的木草 但是我們那個木草是乳牛在出的木草 它的蛋白質比較高 它比較高 它成本就比較貴 第一個我們不是去考慮它的成本 第二個我們輪功飼料的話 我們有獨特的配方 就是用我們養雞養殖 因為跟養魚 我們當時做這些是跟美國 哈爾大學醫學研究中間有產學合作 我那一本書裡面也有介紹 我們用那個概念 來把它套用在這邊 然後再去把它修正 第一個是強大它要有Omega3的 對 例如像我們豬肉那個肥肉 一般豬肉肥肉會油膩 我們的肥肉不油膩 我們用那種概念來把它套用在這邊 但是套用不代表成功 因為這個養骨牛是 繁殖動物是四個月 因此我們也是經過一段時間來把它摸走 一直在微調的 到目前確認為止 確認為止包含在定體設備的建構 像我們第一棟也有很多的缺失 這種第二棟都在蓋了 又跟第一棟又不一樣 我們還是在摸索要成為一種最好的模式 如果第二棟我們現在找到OK了 我們後續就一直在蓋下去 有已經建立一個SOP了 因為從一個救助員秘密班 再摸索不可能一步登天 這是必然的現象 對 謝謝